西出玉门阿和扮演者和云之语上官浅扮演者是一个人 由于两部剧画风迥异 能不能认出还是很讨厌各位亲的火眼金金 在西出玉门结局阿和是好还是不好 和肥唐亲手成功了吗 西出玉门阿和结局身份变业流星女秘书和肥唐戏 当然所谓的女秘书不属于正式编制 而是阿和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却干了所有优秀女秘书该干的事 叶流星有了阿和从旁辅佐 干啥啥顺心 终于懂了江展当年的快乐 明白了龙芝的温柔陷阱有多勾人 就比如有只鸡质的鸡叫镇山河 虽然长得和普通的鸡区别不大 靠颜值吃饭有点困难 但是它不是一只普通的鸡 是一只有新鸡的鸡 遇到危险 最会装死的是她 看到好吃的 第一个冲上去的是她 最最重要的是 知道看人下菜碟 叶流星这样的大姐大 必须屁颠屁颠跟着 充当神助攻绝对不能耸 大结局 叶流星内定老公昌东生死一线 镇山河立了大功 四舍五入 算昌东救命恩机 叶流星贼豪气 投桃报李 要养镇山河一辈子 阿河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镇山河不怕自己傲娇 故意当着另一只鸡反尔赛 阿河什么都懂 什么都不说 主打一个乖巧可爱 我见尤莲 叶流星斗过了镇山河 在一看身边的阿河 真的有被阿河蒙到 这样好看又贴心的小姐姐 又有谁不喜欢呢 性别一换 当年江展和叶流星一起创业 龙之温温柔柔搞潜伏 也是成功拿下过江展 差点让叶市企业内部分裂 阿河最开始的身份 也不是叶流星的人 而是对家企业 打工人 有个打酱油的弟弟 是不是亲生的不重要 上一任老板是个黑心人 为了更好的传递消息 割了阿河舌头 强迫阿河做带舌 肥堂认识了阿河 给了阿河巧克力吃 一般这种东西 都是宋女朋友 堪称情人节特产之一 不给这俩人安排爱情线 都不合理好吗 剧组买巧克力 也是要成本的 结局 叶流星胜者为王 昌东 肥堂一起回到原本的世界 阿河放弃了跟随肥堂 继续留在消失的玉门关 辅助叶流星建设家园 但这并不是悲剧 叶流星可以自由穿梭两个世界 也可以带人冲入关门 只要有她在 肥堂和阿河断联是不可能断联的 阿河亲笔写下的情书 总能被肥堂签收到 阿河断联是不可能断联的